Hello大家好,我是江江 今天要來教大家就是怎麼去錄自己念咒的聲音 就是成功率可以高達78% 你們是不是就是很常他就是會寫辨識失敗 或者是錄出來的時候發現前面被截取掉了 就可能只有後半段的部分 那後來呢我就發現了一個方法 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 我們先來聽一下我自己配的好了 雖然有點有點羞恥 你看像光是這個氣象咒 而且你們不一定要發音很正確 只要大概像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方法成功率我至少我自己覺得有70% 我們先來聽一下原本的咒語 然後我自己念的 你看是不是發音完全就是不一樣 那我們這個方法就是 我們在錄的時候在點開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發出一個聲音 譬如說像我就會咳嗽一聲 讓那個系統知道說現在有聲音要出了 他要開始截取聲音了 然後大概過一秒之後我們才開始念出咒語 這樣我覺得成功率比較高一點 我們先試一般我們那種可能大家會直接念的方法來看看 按秒是秒槍 有沒有就很容易失敗 驗證失敗 那如果我們在前面就是可能咳嗽一聲 然後先讓他準備錄音狀態 然後再過一秒之後再開始錄音成功率比較高一點 我們來示範看看 按沒有smelchang 有沒有這樣就發音標準便是成功 我發音不真我根本也沒有多標準 我們可以來聽看看 按沒有smelchang 有沒有就很完整的一個 按沒有smelchang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錄音前就是咳嗽一聲 讓系統知道說已經要開始收音了 然後大概過一秒之後再開始念咒語 這樣就可以完成錄音了 好的那我們帶大家聽聽我剛剛錄好音的那些魔法招式吧 Otominti 那個懶 shroud 有沒有smelchang 被敗流敗 會演出教字 好的,以上就是自己錄咒語是不是打起來特別有感覺呢? 大家也趕快去試試看這個方法 如果你成功的話也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掰掰